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林鄭武政治智慧已經不是新聞 她經常說話開口及著理 原因是她覺得自己天下第一 自以為是 尤其是最近發表施政報告以氣風發 得罪了全世界 得罪全世界不要緊 她不在乎 得罪建制派也不在乎 因為她認為她背後有中央有習大大跟她撐腰 目中無人不可一世 在這裡也說過有關於 立法會 最後一次 會議之後的戰別宴 在閉門講話裏面 關於反修例的時候 某些建制派還點名 點了一些人 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幸好她自己站硬 撐得住 才沒有做這些事 不然就很麻煩 她覺得這群人提出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制派 應該道歉 走出來道歉 此話一出引起在場的人 相當尷尬 而且你眼看我眼 在這時候說這些事 然後還有很多後續的新聞 火繼續燒 例如預備點名的田北辰 她接受了媒體訪問 如露未燒 還非常生氣 她的說法是 當日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否想調查 沒有外國勢力參與 其實目的就是想做這件事 透過這個調查 環境隊公道 林鄭講法片面的思想狹窄 當年很多人提出 成立獨立調查 現在成為愛國愛港的選委 你吹嗎 田北辰對林鄭在識別晚宴 說這種言論 很詫異 如果有一個人需要向全港市民道歉 那個人未道歉 那個人應該向全港市民包括警隊甚至中央 他都應該想想道歉 大家想想 修例風波是 怎樣搞出來的 有道理這個說法 要道歉的人 我覺得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 為何會說 第二個 田北辰越說越生氣 因為不單止他 還有幾個人 提出過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田北辰特別說得多 他說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麼多物資 是什麼人給的 是否外國勢力給的 希望 環境隊清白 令他們蒙白 不要蒙白受屈 我聽完這裡有些提笑皆非 你要調查的時候 你的範圍只是 調查有沒有外國勢力 警隊不用調查嗎 他就說 整個反修例事件我未見過警察主動打人 這樣也行 他是不是看不到 很多警察都被人問候早中十八代 只有死人 真的 不是 田北辰你現在這樣說又回頭 可能極少數 警務人員 涉嫌為規 進行獨立調查 希望警隊不再處於政治客逢 所有方面都要查 才叫獨立調查 當時最高人想調查的 是七二一事件 八三一 不用查嗎 林鄭 說法 標籤化 片面化 思想陷害 他提到2019年 廣辦主任 張曉明在深圳建制派 當時 提出 要成立獨立調查 張曉明的回應 現時非適合的時機 完全沒有落雜 他就問 林鄭是否質疑張曉明的說法 田北辰也是讀翻書大 大陸的黨官說話 裡面一套外面一套 尤其是香港人也有一套 他不會斬釘切鐵 斷言拒絕 現在未適合時機否決了 田先生 田二少 他不是說英國人說的英文 不會這樣 講完之後你不知道說什麼 他告訴你 其實 是 斷言拒絕你 他也不太明白 有建制派認為林鄭可能已經官到無求 知道自己時日無多 不不會連任 才選擇在這個場合發表野科言論 相信他一時叫口直心快 不是口直心快 心直口快 他形容林鄭得罪很多建制派 這個時候秋後算了不好意思 他沒有政治智慧 他沒有政治智慧不是新聞 他一向都沒有政治智慧 我都說 你說他不想連任他覺得自己無妄 整個分析 他覺得自己連任有望 一定會 連任會sure win 才說這些 你們認識林鄭 不是很深 他是一個 覺得自己信心十足的時候他就會說這些說話 他信心不夠的時候他就會楚楚可憐 說話 想說出來都吞回肚子 吞回肚子 那種人 他現在就是夜風髮 覺得自己十點才說這些說話 香港的建制派對林鄭的了解 其實真的很淺薄 好了 不單止 還有一個人 叫屈大作家 一大作家 寫了一篇文章 很惹火 有時候 絕大多數 百分之百 對於一篇大作家的文章 很不以為 但今天這篇文章 似乎 說到 林鄭的某些 心理狀況 和我的一些分析都不謀以後 他是這樣說的 婚禮上面大家會上台說新娘新郎的甜蜜故事 喪禮就會有人站出來分享死者的生前點滴 適別宴 即是立法會適別宴 是說些甚麼呢 要說明適別 希望大家珍惜最後的日子離別 過往有甚麼嚴規都一一抹去 斷古就不會趁最後機會 數臭彼似白 但真的有人敢做 大件事是如之不識大體的竟然是小誠最高的領導人 我大作家 絕筆是好得的 話說本格立法會 會期就快結束了 眾立法會議員日前舉行識別宴 請一眾高官和行政會議 成員原來是立法會請高官的 吃頓飯 放下平日在議會裏面的 劍拔老張 一笑問恩仇 哪有劍拔老張 這個又錯 建制派 還是劍拔老張 互請貓美 問甚麼恩仇 沒甚麼仇格 大家都服侍同一個主旨 大家是爭重的 特首林鄭在識別晚宴裡 語出驚人 一觸高 棒打建制派 數落在場的議員 小學雞程度讓人炸舌 小學雞 他報導林鄭林別鎮言充滿挑釁性 例如修例風波期間 部分建制派議員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幸好他自己夠硬性 撐著認為這些議員應該道歉 揚言如果這餐飯在修例期間吃 他肯定背脊骨落 又是 修例期間吃 他就背脊骨落 現在吃 議員就背脊骨落 是嗎 說這些 只是說我不對 林鄭點名謝偉俊田北辰 說他們對政府提問 批評最多 怕了他們兩個 當然也不忘 說自己被受中央棄重 在司令報告上 交往北京沒有修改 證明爺爺認同 就是了 原來司令報告要給爺爺修改 他一邊說得罪天下人 眾議員在台下當然是生氣 看到一種危險的心態 不用你別人的感受 只顧中央怎麼看我 這就是一語中的 一針見血 他真是 我都說 當他認為中央撐他 他就意氣風發到 蒙著眼睛 不是蒙著嘴巴 雪愛你 梁君堯引述這首歌詞 看不到 聽不到 只是說 覺得中央看他 中央撐他 就可以了 屈大作家說香港有個管治缺陷 特首不是執政黨 政府施政靠的就是建制派幫忙推動 一群建制派議員 不是你的下屬不是你的黨友 是一群 為建設香港努力跟你合作 替你擋戰的人 一場修例風波指著勇者是誰連累了誰 建制幾大政黨為你 搞到大頭罰 斷送了多少個議席撞送了多少社會社區的耕耘 林別鎮言作為首長 你竟然小家子 小器 數落大眾 以為 誰會為你賣命 黑暴過後 無言謝都應該感恩大家能夠風雨同行 一個掌櫃如果能夠只是拆老細鞋 怪罪伙記 得罪客人 如何服眾 屈大作家就是代這群建制派特別 大家知道他們是糧粉 出氣 這篇文章 大佬 屈大作家一向是不妥他 以前信錯他 他已經畫清界線 發表了一個很嚴正的劃遷界線 斷絕關係的聲明 好了 他現在 沒事的 你有東西我就不吃著你想 有位還不進 所以 其實 有時候你看得到 特首跑馬仔 風起雲湧 譬如 另一個白宮發言人已經數落AO黨 另一個也是頭號糧粉 張志剛也不停數落林鄭 這個不大作家 出來 還有 華記正能量 反林鄭 連任大聯盟組成 你看得到 風起雲湧的情況 華記正能量的流羅 但是這些 掌握到輿論力量的 適色寫字的這群糧粉 現在 齊齊發功 你看得到 已經有說ABC Anyone but carry 不是anyone but cy 你看得到 林鄭的連任有很多暗勇 在一人一票 正式拍板之前 不想林鄭連任成為紀庭事實 所以不停數落 他沒有犯什麼 口竊之爭 他已經出來數他 有什麼問題 遲些越數越多 現在還說這些說話 你說他有沒有政治智慧 100%是沒有政治智慧 這是很明顯 建制派這個鬥爭 你不要以為 泛民的不存在 他們就會 大家會互相團結 當然不是互相團結 尤其是現在立法會 雖然多了議席 但是 你看得到有很多直選就少了 功能組別裏面又有選舉委員會裏面產生 大家是爭到頭崩硬裂 一定要互相表忠才有機會進去 在這個問題上 林鄭有沒有能連任 亦都關乎建制派 哪個派是有機會 更加 上到位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想想 林鄭這種態度 她自己拿來壞的態度 有哪個建制派會支持她 大家都會想 好像有個大作家說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沒有言謝也應該感恩 在 反叉類期間 建制派和你吃了多少東西 你一個人 無論是田北辰和大作家都是這樣說 智卓勇就是誰 你一個人搞出 搞出這些東西出來 要他們硬吃 你走出來是否應該多謝他們 至少感謝他們風雨同行 對嗎 不是 還要數別人 誰調氣順 這些矛盾 只會在接下來的特首選舉 是越爆越烈 很好看的很精彩 根本就是 完全不是因為 大家理念一致 這個 想著怎樣為香港而同行 不是因為理念或理想的共同體 是一個利益的共同體 大家也明白 隨時會因為利益要爭到頭崩硬裂 你死我會 當林鄭 北京有什麼風吹草動 不看她的時候 我猜建制派一定會狂插林鄭 插到她體無怨婦 有時會想想 自己拿來的 她不說這番說話 你會想想 你會推敲一下林鄭說這番說話背後的動機 心態是什麼 只有一個 她告訴自己 告訴她爺爺 不是告訴建制派 她告訴自己和爺爺 亦不是告訴香港市民 我是永遠正確的 我沒有做錯任何的事 本來她覺得自己是錯的 是不是 不錯你為何會 又暫緩又受終正寢又後來才撤回 你如果不錯你 就做到底 找警察抓所有人 叫立法會議員舉手 也不用被人家說錯口罵你 你要撤回的時候 是不是 你如果覺得自己不錯 就不會在閉門會議 跟英文商界說 搞到香港一窩粥 如果能夠辭職就會辭職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錯 那就做下去 堅持 為何要撤回 因為自己錯 現在自己做錯了 她就說好在我站硬 撐得住 原因是什麼 是中央說你沒有錯 你以為中央說你沒有錯 她是不懂中南海的政治 撐到你最後一天 就會關燈 如果認為你不適合的時候 你是會用原職器 她不明白 她現在還在意氣豐憤 這已經是一個污點 叫做什麼 做這個地方大員的一件事 團結人 你懂得團結人 團結大多數 孤立一小撮 現在你不是 你得罪大多數 你變成孤家寡人 AO不會支持你 很多AO都走了 下大雨 不會大家撐著 下雨擔傘支持你 大爛臨頭國自非 建制派 都不會支持你 只要中一個訊號 你就死定了 大家會狂插 這就是林鄭 最後的下場 暫時經歷到這裏 我非常繼續支持我 心直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呢 有些片呢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那就有機會呢 看到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呢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呢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通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呢 你有機會呢 是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呢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呢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呢 平均一個月呢 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呢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